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大部分的人注意的就是手上的三大主线 以及命运线、太阳线等等这几个纹路 但是呢 有一些散布在手掌当中的一些小的符号 通常不太明显 但是它更能让人好奇 这些小的纹路组成的相互交叉 所组成的这种特殊的纹路 可分为五类 可分为五类 我们一一来讲一下 而且呢 分布在手掌不同的位置 它的寓意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首先来看水星丘上的格子纹 格子纹呢 代表着受到误导 或者是无法集中精力 在水星丘上的这种格子纹 暗示了在公式上 不能专注 或者可能出现这个没有经过思考 就参与这种行动 就是说没有三思而后行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水星丘上的新纹 新纹呢 大多数在掌丘上都是代表着好运或者成功 这种星形的纹路 交叉 米字纹这种星形的纹路 代表好运或者成功 在水星丘上呢 显示着这个科学或者财运方面 会有着卓越的表现 在太阳丘上 代表声望 尤其是人文艺术方面 在木星丘上的新纹 预示着成就和幸运 但是呢 如果是出现在土星丘上 也就是中指下方的星形温度 星形的这种交叉的 星形的温度 那么就是代表生活上 有一些困难的警报 就是说预示着生活上 有些困难 那么十字纹 十字纹通常呢 是负面的 代表人的反对 或者是这个有这种吸引 有害的这种 有害的或者是厄运的这种能量 这种第二火星丘 如果是出现 这个第二火星丘 如果是出现这种十字纹 十字纹 我这里出现十字纹 那么都代表着 未知的一些敌人 或者是反对的势力 那么金星丘上的格子纹 金星丘上有这种格子纹 金星丘上的格子纹 格子纹一般代表呢 没有得到引导的精力 或者持续的紧张 在此处聚集 出现在金星丘上 显示此人情绪啊 格外的什么 比较繁琐 比较这个繁星是比较多 我们说烦恼文 一般都是出现在金星丘上 那么还有就是月球上的新闻 这个月球上的新闻 在月球上的新闻 一般都认定是旅行时 会遇到一些危险的警讯 那么十字纹也是有类似的意识 不过呢 如果是持出这种纹路啊 这个包含在一个景字纹当中 表示啊 此人可能受到保护 免受伤害 也就是说 它景字纹里面呢 它包含的星星纹路 这样子 它就会受到景字纹的保护 好了 有关这个几种特殊的纹路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